传额6号灯月画面公布后 美国网友炸了 集体大骂NASA是骗子 原来为了抹黑中国灯月 NASA局长比尔尼尔森公开说 月球的背面永远处于黑暗 美国人不打算去那里 当时这句话被国内外的专家喷死了 月球背面虽然被称为暗面 但实际上这是为了更好的区分月球 才将对着地球的月面称为正面 背着的月球称为暗面 真实的月球背面 其实也会被太阳给照亮 不但不完全是黑暗的 反而因为没有大基层等因素 有些地方更亮 也就是说 尼尔森这句话严重违反了科学常识 因此稍微懂行的都在骂他 但是美国的科学普及做得太差了 连地球是方的都有人相信 别说这个片门之事了 尼尔森可是NASA的局长 他的话权威肯定是权威的 于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 相信了比尔尼尔森的说法 结果长而6号公布了月球背面影像后 美国网友这才发现被尼尔森给骗了 你不是说月球背面永远是黑暗的吗 为啥月球的背面这么亮 还有人讽刺NASA说 NASA忙着修国际空气站的阀门 没空看月球背面 更觉得是 有网友嘲讽NASA说 美国不制裁中国航天 因为月球背面是暗的 总之外网快炸翻了 NASA局长亲手搬起的石头 砸到了自己的脚 嫦娥6号用事实证明 只要你实力够强 就算被描黑了 咱们也能改成白的 那么尼尔森作为NASA局长 为啥要说月球背面永远是黑的呢 有些人说 这是NASA为了黑中国登月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样 因为月球背面的光照 在航天界早就是共识了 想用它黑中国 几乎很难做到 而且 比尔尼尔森可是正儿八经的宇航员 可以说对月球的了解 不比专家们少 他这么做 其实就是甩锅 因为嫦娥6号 抢了美国梦寐以求的登陆地点 早在2007年 美国NASA就制定了 去艾特克盆地挖土的任务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和珠穆拉玛峰 差不多高度的深坑 这个坑是陨石撞击导致的 坑里包含了月球内核 陨石成分 甚至有水资源的存在 尤其是水资源 非常重要 NASA一直在酝酿冲返月球 甚至要建设月球基地 那么 这里就是他们必须 率先拿下的地方 因此 NASA将艾特克盆地挖土的任务 设立成高优先级 而艾特克盆地 正是嫦娥6号登陆的地点 也就是说 嫦娥6号完成了 美国都没完成的任务 反过美国 这些年 登月项目 基本没啥涨劲 向国会拿钱 一直被质疑 NASA乱花钱 搞了阿尔特明斯协议拉拢盟友 结果很多国家不买账 好不容易重启了月球登陆计划 结果 各个项目都出现了问题 阿尔特明斯一号延期了几次 都出现问题 最后为了赶进度 不得不带着毛病 强行发射 今年两次月球探测器 都出现了问题 一个登上了月球 腿瘸了 还有一个干脆直接炸了 如果你是NASA局长 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他说美国人压根不想去那里 理由呢 随便找一个就行了 只不过这个理由 恰好打了自己的脸 其实同样矛盾的事情 他可没少做 比如国会问他 会不会和中国合作 他下意识地说 愿意支持沃尔夫条款永久化 记者问他 为什么不和中国合作呢 他又说 合作需要两个人 中国不与他们合作 同样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次也一样 说白了就是 NASA登月项目落后中国 急眼了 因此就各种甩锅 然后达到了自己 这说明 中国航天走的路是对的 只要我们坚持探索星辰大海 走得足够远 在事实面前 再怎么黑也没有用